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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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的情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翟26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季公 女嘉宾小季25岁 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颗个体 来 我请你们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我愿意 谈恋爱多久了 两年多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初中同学 毕业了之后 他在荷兰上高中 然后我在湖北实验 就一直保持联系 没有 然后就有一次 那个初中同学聚会 然后我两个人见两面 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然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 叫我出去玩 吃饭啥的 慢慢就有好感 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 交往了之后 他就到西安工作 然后我一直在湖北老家上班 这个一地恋勇多久 一年多 后来发生了什么 你发觉不对了要看他去 就一三年十一的时候 然后我们公司放假嘛 然后我就去找他玩 然后就在无意间 上他callcall的时候 发现他和其他女孩 然后聊天就挺暧昧的 然后那女孩问他睡了没 然后让他陪他聊天好不好 还说想他了什么之类的话 然后我看我就可生气了 那女孩就是我同事 同事啊 对 同事单位里都聊完了 还QQ呢 我说你有点其他的吗 哦 我觉得也没傻 那你聊天人家干嘛 跟你发信息 说想你了 而且还说你要同校 你都同意了 有时候说点那个很正常吗 你觉得正常是吧 还好吧 我觉得没那个意思 没那个关系就对了 你不喜欢他对吧 他喜不喜欢你 这个我不知道 你到底喜不喜欢 你怎么会不知道 肯定也不喜欢 一个女人不喜欢 一个男人跟他聊一宿 因为我们平时在一起 玩得比较多 所以说话说得比较雷 就这样 我问他 他们俩到底咋回事吗 他也给我说不清楚 然后我挺生气 我就回老家了 回老家之后 我就把他的电话 QQ全都加黑名单了 就准备跟他分手 后来发生了什么 没分呢 后来那天打电话打不通 我就回老家找他了 结果就给他道歉 然后上班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会接他 然后给他做饭吃 过了一个来月吧 他就原谅我了 什么时候去的西安呢 去他那个地方 14年9月份的时候 这就溜溜就过了一年了 因为就跟他俩 一直是异地嘛 然后就我父母挺反对的 然后就在家里 跟我安排了几次相亲 然后他们都跟我说 相亲对象 条件啥都挺不错的 因为我心里有他嘛 都没去看 然后家里给我压力挺大的 而且我跟他俩都是异地 然后我就感觉挺累的 然后就来西安了 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过 然后过来之后 还要给他洗衣服做饭 后来为了给他减轻负担 就出去找工作 然后因为在家里 是坐办公室的 然后就是有点 心高气傲的那种 然后就是出来 一直没有找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朋友 在摆摊呢 然后就跟他一起去摆摊 从中午12点就出门 一直到晚上11、12点 风吹日晒的 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他有一次下班早 说帮我去收摊呢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 他都没来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然后就自己收摊回家了 回家之后 我发现他没在家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手机关机了 这次见到女士 啥大事啊 反正就是 因为同事的事吧 男同事女同事啊 女同事 因为他生病了嘛 没有什么事 能一夜都不回来 那天电话也没充电 本来是想年轻这儿 女的这儿 结果后来 一下子又忘了 那同事出了什么大事了 因为那几天 他家人就好 回老家了 然后他一个人在那里 有点感冒 平时帮助我挺多的 我就想看一下他 不是这感冒 跟你也不归宿 因为不得想买点药了 结果他发现他感冒挺严重的 陪他去医院了 医院人特别多 那你一夜不回来 然后第二天 我去你公司找你 你跟我说 你在公司加班呢 你为啥要骗我 那时候想跟你说了 你肯定会更误会 我就没跟你说 那是你心里有鬼 你才会觉得我会误会 如果你跟我说清楚的话 我肯定不会想那么多 后来那姑娘 你又发现什么了吗 我跟他说 一起去看电影 他说的电影没意思啥的 然后我跟他洗衣服的时候 在他衣服口袋里面 发现看过的电影票 我就问你 你是跟谁一起去看的 那是公司里面给他两条票 正好我也在旁边 他就说给哪儿 他有什么用 又没人陪他去看 正好旁边人就说了 给 让他跟我一起去看 结果就有这首单人了 那你就去啊 我想嘛就看看电影 那你直接把票要回来 带他看多好 干嘛跟他看 我觉得电影没什么意思 看就看嘛 反正我就要无所谓嘛 我想以后有好看电影的 给他去去看 那我就挺生气的 我让他去看电影 他就不去 他同事一说 让他去看电影 他就去 那真的是 我没有那么想那么多当事 后来就有一次 我跟他俩就是两周年嘛 然后就是说好 一起在家做饭的 我还在厨房洗菜呢 他接了一个电话就下楼了 然后我把菜洗完之后 等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打电话 他也没接 我以为他是下楼去买东西了 我就想下去 看他怎么回事 结果下楼的时候 就发现他和那女孩 然后在楼底下 小声地说话 而且那女孩还哭哭啼啼的 那死因为他遇到 生活上的困难 所以他一段 啥困难啊 跟你哭哭啼啼的 工作上不是你吧 他没少来楼下找你聊天吧 没有 我们很少见面的 你不是同事吗 同事 除了上班很少见面 不是看过电影吗 就拉几次 那他不是有困难的时候 老找你倾诉吗 那有时候只是在客户上聊 并没有在下楼找过多少回 明白了 现在是我知道这几次 那我不知道的呢 如果我没在的话 他是不是直接就上楼了 以前就根本就没来过 就这次第一次来 好好好 你去过他那儿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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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家生病了 你送人家回家 你是怎么回去的 我就送到楼下 那他真的是送到楼下 我就走了 可是我就没进他屋里边 其实进了也没什么 不能进 为什么呀 因为我就 他也怕他事 我也怕他事 怕你的事 你的事就 怕什么事 你们俩心里没鬼 怕那事干嘛呀 正常的同事关系 他生病了 你把他送回家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鬼 你看现在还不懂 好了好了 明白了 姑娘你今天来干嘛呀 分手 分手你就不来了 还是舍不得 还是不甘心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那么长时间了 而且异地都过来了 现在心里肯定就是有一点 行吧 明白了 来老师们 一起听说 丘比特文卷 这是世界上有一种最光明正大的借口 就叫同事 我怎么没跟我同事 尤其是疫情同事单独看过电影呢 人家怎么不来约我呢 人家干嘛就只约你不约别的男生呢 人家干嘛半夜感冒了只给你打电话 不给其他男同事打电话吗 真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像你所说的那样 还是你在日常行为 还是你在日常行为当中已经对那女孩表示出一些好感和愿意照顾她的情绪 任何一个女孩都是聪明的 你想他找图类老师他知道图类老师一定会拒绝他说我凭什么陪你看电影呢 感情这事我从来都相信 一个巴掌拍不响 所以这姑娘刚才你一直在说 哎呀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不舍得不舍得 但是我一直认为 女孩不能太上感着 家里过得好好的 啥都不要了 工作不要了 爹妈都不要了 就来奔着她 你这么上感着 她不会珍惜你的 你不要再看着她了 搬出去自己住 有点尊严 不论是离开 还是在这儿 起码过一个正常女孩应该过的生活 我觉得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就过这种日子 将来是没有希望 男方听好了 我已经敢断定你出轨了 百分之百的出轨了 百分之百没有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出轨啊分两种 一种是精神出轨 一种是身体出轨 你可能会这些说 我没身体出轨 所以我 理所当然 找着各种借口 但是其实对于女人伤害而言 有的时候 精神出轨比身体出轨 伤害还要大 就是这种 暧昧不清 你已经把你的女朋友折磨成这样子 你已经把你的那个女同事 折磨成那个样子 其实你所带来的伤害 已经达到出轨的效果了 另外一个 他出了问题之后 你居然从魂跑到西安 出了问题反而对他更好了 那结果是什么呢 更进一步地纵容了他 出轨之后 还大言不惨 我帮助同事 这个男孩子 我说一句 跟他们俩稍微的什么的话 你看有些男孩子 他有女人缘 他不是说像男人 特英武特高大那种 特威猛 那个女人都喜欢 实际有时候不是 有时候他弱弱的 他说话和女人 他能搭声话 我估计这个男孩子 可能属于这种 但是 这可不是你的优势 人家说 你来我这儿 是什么发烧了 你就这边吧 也怕得罪 那边我就偷偷跑去 结果你还都得罪 孩子 如果你要是属于 阿姨说的这种 你以后一定得改正你的性格 这样是不行的 感情上的问题 来不到这种迂回 我就说这些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 在这个世界上 最不怕的是那种 十恶不赦的人 顿身恶念 最害怕的是一个 老实本分的人 却有了一颗不本分的心 这种人是罪害人 因为他不容易被食穿 而受伤的只有他身边的人 女人最厉害的是什么 女人最厉害的是她 基于生物的本能的那种 直觉和嗅觉 但女人最大的一个缺点就在于 喜欢自我安慰 而男人呢 男人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自以为是 自作聪明 犯了错之后 又反过来跪着求女方 原谅她 这一幕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发生的 抓到了真实证据又怎么样 这样的一次千里之心 根本就没有用处 男生一开始 在异地的时候 只要你一伤心 马上回来把你搞定 哄哄你啊 买点小礼物啊 这就叫自作聪明嘛 把你搞定之后 立马回头到那边 又继续那边的温柔梦乡 最后把女人惹急了 居然飞过来了 这下难干难办了 周全不开了 今天到这儿来求饶了 明明知道自己的女朋友 是冒着家庭的反对 不远千里来到这儿 明明知道她不会做饭 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这样做都换不来 你对那个女人的歌手 我就不明白 这个女人有哪一点 是你这么离不开 你说她对你有恩是吗 帮助过你 她救了过你的命啊 除非她救过你的命 我认为你可以这样 去帮助她 否则我真不理解 你就这么离不开 一个女生吗 让你跟她之间 断了来往 就这么难做到吗 分明就是你自己的 那点小心思在作祟 我相信王老师 所说的一点 他是个老实人 但他不知道 甚至不以为 自己在干坏事 他甚至不认为 但是那种蠢蠢欲动的意念 已经没有了 智的界限 晋升出贵 没有分界点 分界点在他的脑子里 他的脑子里过了那条街 想如飞飞了 他就出轨了 他没有过那条街 他就没有出轨 所以说这事难办的 就是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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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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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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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四 三 二 一 精彩节目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来 我开开箱 我父母已经让我赶快回家 我现在顶着很大压力和你交往 这个我相信 但是结了婚以后就这样吗 我家里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和礼金 咱们马上就能结婚 你开不开心 姑娘 其实爸 我就觉得王老师说得挺对的 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说话 反正就挺笨的 说什么错什么的人 我跟你说孩子我还说一句 他有一种人他就是别的女人对他好 他连拒绝的能力都没有 就是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太弱了 那如果你要是这种人的话 今后你一定要改 你一定要向途老师学习 不行 我就坚决拒绝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下面你们自己喊开始喊停就可以了 开始 停 来 留情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再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来把戒指给叔叔 拉着妹妹走了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光 我虽然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多了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说对不起的事 希望你都原谅我 答应我吧 你能保证以后不和他联系 不和他再见面了吗 我肯定跟他什么都跟你说清楚 原谅我吧 你最后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求他原谅的时候 甚至求婚的时候 他问你一个问题 你都没正面回答 你以后能不跟那个人往来了吗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为什么呀 因为毕竟是好朋友 你不可能说不你还是不你 毕竟在那里上班吗 我会让他辞掉工作 跟我一起回老家的 会吗你 会 你大声说 会 两位请回 谢谢你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跟他一见钟情 觉得他是我要找的那种隐含 他从追我的时候就对我挺好的 无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我 其实我也挺珍惜这段感情 他不止一次背叛我 伤害我 我非常的痛苦 可他现在还跟一个栏格安慰不清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对 我也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我不想失去他 希望他这样的一次机会 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谅了 现在还需要要求原谅 掌声请出这一段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谷24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刘23岁 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 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大学里谈的恋爱是吧 是的 大学同学是吧 不是 我比他大一届 大二的时候 他那时候读大一 我去接站 第一眼见到他 我挺喜欢他的 然后就留了电话号码 总是带他吃饭啊 看电影什么的 师兄接站是吧 对 然后就对师妹下来黑手了 追了多久成为你的女朋友了 大概有半年多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挺喜欢他的 所以就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其实真的很幸福 那时候大概过了一年多 发生了什么 他大三那一年 那个寒假我特别憋屈 因为他找了一个 找了别的人 一个寒假他就找了别的人了 对 你当时发现了吗 我当时不知道 因为他不愿意跟我交流 然后他突然发条短信 说我们分手吧 我都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不理我了 我确实那时候很爱很爱他 我大学不抽烟不喝酒 我那时候 一天抽一包都烟 喝酒每天喝得稀里花啦 课也不想去上 很少去上课了已经 是我素友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他偷偷地告诉我 他其实跟其他男孩在一起了 那就分了不就得了吗 怎么还好到现在呢 之后我发现那个男生不太适合我 哦 因为那个男生在一起之后 然后他就慢慢地总是玩消失 然后也不怎么理我 也不怎么关心我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男孩不喜欢他了 然后他我就 我就应该当他的备胎 他就 不是这样子的 他就来找我 那时候我也是 很爱很爱你 然后发现 他不适合我 我 但是那时候很爱他 姑娘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你那个时候很爱很爱他 怎么一个寒假 你就爱上了别人 因为那时候不是 假期回去吗 哦 然后在火车上 碰到的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跟我在同一个城市读大学 但是不同的学校 然后又是同乡 然后在那个车上就聊得挺难的 然后回到那个乡下的时候 然后他就对我挺好的 然后还总是去我家找我 给我送一些小礼物 然后那时候我有点动心 就那个在一起 你那次原谅他了 原谅他了 你是怎么原谅他的 你把这个心理历程 跟我们分享一下行吗 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太少了 那时候我其实跟他分了 我很难很难受 但是他一联系我 我就控制不住就 那时候我总是跟他道歉 因为他对我真的是很好很好的 所以我跟他道歉 发信息打电话 就死缠砍死缠砍打的那种 他就他就爱这一套 你问题就是你吃啊 对不对 好了这次算原谅了是吧 那今天为什么又来啊 他现在跟别人订婚了 之前我去过他家 他父母不怎么喜欢我 然后重新跟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是他亲戚介绍的 他总是跟我说 他爱不下这个面子他们家 他要出去应付一下 那时候爸妈说 如果不去跟那个男生见面的话 就得我们两个分手 那时候我很喜欢他 我所以不愿意 然后就去见了个面 只见了一面是吧 不是 不是你这要见面吗 然后父母还吃了个饭 他见了一次面之后 他手机上锁 然后经常接陌生人的电话 发短信 明明就是上次去相亲的那个男人 我知道这方面 我确实做得不好 然后你现在否认吗 是不是他 然后他跟那个 他说他跟他闺蜜去玩什么的 不带我去 我认识他闺蜜 我打电话都去问了 他闺蜜在外地根本不在 你说这搞笑吗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不是 你现在跟那男孩又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又发现那个男生也不喜欢我 我觉得我跟他不合适 赚的正确还是他最好 所以我今天就站在这里 想他 好好好 你还真是 行 我问你啊 就是伤害这么两次吗 我大四实习的时候 大四实习的时候还有啊 对 这是跳过了一段 那你说说大四的事吧 大四我出去实习 他居然跟我兄弟都好伤了 那时候 他经过第一次之后 他对我抓得特别严 然后24小时恨不得 装个监视器在我面前 我是你男朋友 我打电话发信息给你 怎么了有错吗 那你也没必要 那个一天24小时打压 我觉得彼此之间都没有 各自的空间呢 我问你在哪 但是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打电话发信息 你都能这样 我真的佩服你 真的 那后来说说那兄弟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不是 总是 我觉得很烦 然后他那个兄弟不是跟他玩得挺好的吗 他们替足球认识的 然后 就总是安慰我 然后 也 那时候安慰我的时候 他也知道 安慰 安慰到一块去了 去旅游了 我都不知道 那时候旅游不是 他也告诉你了 你不跟我去 我们两个都 我要上班 我怎么跟你去 难道一两天的架 你都请不出来吗 你答应我两三个月了 你突然告诉我不去 还是陪你旅游重要 我有时间 我肯定陪你去啊 我没有时间 我怎么陪你去 不知道你跟他那兄弟谈恋爱了吗 谈了 在一起不久了 你这兄弟也不咋地啊 你看你交了钱什么人呢 然后呢 那兄弟也不行 是那逻辑吗 然后他那个兄弟不是 他不是 考研没考上 我那兄弟在学校考研没考上嘛 他去加拿大留学去了 他们俩自然就分了 他后来又找我 我并不是因为他只是 仅仅去出国然后就分手 那时候不还是 我就是你的一个大备胎 你还要怎么说 不是这样子的 我真的是一直都喜欢着你 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很合适 我问问啊 你知道他跟你兄弟这点事之后 你又原谅他了 那时候我已经跟我兄弟 我跑到学校跟他 跟他对峙 他已经默认了这回事 我揍了他一顿 然后我跟他们两个 就已经没有联系了 那你们俩后来 怎么又好到一起了 又这订婚的事了呢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自己就一傻子 我那时候就 想去看他的一些空间 然后看到他们两个分手了 他过得也不好 每天发那状态 挺伤心的 我看到也不是很舒服 他后来也总是找我 我自己犯傻呗 现在想起来我真傻 那时候心里不还是有你 才去找你的吗 如果没有你 怎么会去找你呢 他这说的还 你今天来是害怕自己再犯错误 所以让我们帮你悬崖勒马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现在就想在台上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 我不想要他来纠缠我了 那个相亲的事情 我现在正跟我爸爸妈妈商量 我说那个男生不适合我啊 你要商量什么 你把我当什么 我们的感情就是用来 你去商量的吗 你觉得行就行 你觉得不行就不行 我就要跟着你走吗 我现在带着你送给我的手榴 我一直都没有取下来 我 你取了吧 真的 什么手榴 我看看 就是我们 我看看 你把它摘我看看 我送给他的心理石 我看看什么样的手榴 就是一个转运石 我看看嘛 我没见过这种 取不下来 取不下来 那就取 怎么会取不下来呢 跟兄弟在一起的时候 肯定取下来 没有一直都没有取下来过 相亲的时候肯定也取下来 没有 一直没舍得去 拿着 是吧 老带着不老好的 你今天来是 目的是 说清楚 对 分开 是吧 我不分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四五年真心不容易 然后 真心了吧 姑娘 我为他真的改变了很多很多 就是说 其实你的逻辑 是不是说 你看 我跟他好 我过去觉得你不好 但是我跟了他以后 发现你好 是吧 我又跟了你兄弟 我发现你兄弟也没你好 还是你好 我又相了亲 订了婚 我觉得这人也不行 还是你好 我曾经了三漂 沙海 我还是觉得你最好 是吧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对他是真心的 嗯 好好好 我信了 你们信吗 来一起进入 求笔策问卷 我姓马 还吃过三次回头草 先说 为什么要吃回头草 很多人觉得 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 爱人背叛自己 怎么可能原谅呢 认为不能原谅的人 把尊严看得最重要 但我想说 之所以原谅 也是因为尊严 不是说自己的面子 而是要把他抢回来 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这种尊严 这种不服气 让男人要吃回头草 你一定无数次 有过这种念头 不服气 对吗 你刚才说了无数遍 我就是个傻子 为什么一再当傻子呢 就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 什么时候你能咽下这口气 就不吃回头草了 有的人第一次就能咽得下去 有的人三次才能咽得下去 我就是第三回 这口气我咽下去了 你回不回来跟我没关系 我不要这个所谓的尊严 我要我真正该有的尊严 想明白尊严这两个字 真正的含义 回头草 你就不吃了 反过来说 我把你这种女孩 叫做海绵女孩 只有吸 别人对自己的关心 吸纳别人对自己那种好感 吸纳情感中那种新鲜感 你才觉得 我是存在的 海绵女孩最大的问题 自己不会经营感情 只能凭借新鲜感和刺激 来维持自己 这是为什么要出去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要回来 姑娘 因为我还爱她 这是骗自己的谎话 没有 我真的很爱她 我相信你曾经爱过她 但是你对她的那种爱 应该更称之为习惯 或者是耍赖 为什么要当这个回头草 就是你太爱自己了 换了又换 总觉得还是这个人最好 原因为她对你最有容赖度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回头草的原因 而且她原谅过你了 如果她一开始的拒绝 你不会再找她 有第一次就第二次 最后我想告诉你 别做个海绵女孩 可能做我这个年龄来看你们俩的这段感情 你发生了所有的事情 我不是特别理解 因为我觉得你爱她 你就应该关心她 给她尊严 包容她 你怎么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去做这种事情 那是非常对人的伤害 我觉得你很自私 爸爸妈妈可以不同意你跟她 他们有他们的意见 但是你怎么可以跟她 然后去跟别人又去跟她 太可怕了 姑娘你这么年轻 一个人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尊严开玩笑 而且你一做再做再做 你说你爱她 我根本不相信 你根本不考虑她的感受 等到这个新鲜劲过了 也许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你刚才说 她发现她也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又来找她了 我不晓得这个脸怎么可以拉得下来 又可以站在她面前 还有你这个傻子 你怎么又可以 可以又原谅了 一二再再二三 你要是我儿子 我早给你揣出去 小姑娘 别人可能觉得你可怕可恨 我觉得你特别可怜 我真的很爱你啊 我转来转去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最爱 我对你是最爱的 但是你还做了那些 对不起爱人的事情 这是你的可怜之处 这种可怜之处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你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 你真的一点也不自爱 对方的一个甜言蜜语 然后送你的小礼物 这点小恩小惠就能打动你 真是不自爱你知道吗 然后反过来 你也不尊重别人的爱 爱是一定是一对一 专一的 好好想想吧 赶紧醒悟吧 真正的让自己的心塌下来 真正的去理解 什么是真正的爱 不是那些表面的东西 送你礼物 陪你看电影 那些浪漫的事情 不是了 而是真正坦虑实实的 不管你发生什么 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的那种爱 才真真正正的值得珍惜 值得去追求 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不要作奸自己 自爱 自尊 然后去选择一份真正的爱 好吗 女孩 醒悟吧 当一个人已经把出轨 当出门一样方便的时候 他基本上不会认为出轨 是个事 所以当我们看见女生 用一种那样的神情 无所谓的态度 来描述自己的那些逻辑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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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